四个问题 在槟城法会上放声时 师父带着大家念经 我们感觉师父念经时发出的声音 好像有一种共鸣的感觉 和我们不一样 请师父教教我们如何念经效果才更好 给我们做个详细的讲解 感恩师父 你看这些孩子厉害吧 其实念经啊真的有一点 有一点那个的 有一点方法的 台长讲你们要听不听了 要听我讲给你们听 其实一个人身体就是一个共鸣香 就是一个喇叭香 听得懂吗 这个脑腔共鸣 就脑子里有脑腔共鸣 那么这个嘴巴里出来叫口腔共鸣 喉腔共鸣 胸腔共鸣 还有腹腔共鸣 这里是丹田气 就是说这些东西连在一起 这个人声音出来 声如红中 所以你们看菩萨讲话 哗出来像宇宙般的声音 但是你们怎么区分呢 我举个例子 你们就知道我的声音位置在哪里了 比方说我说高音脑腔位置 你看我现在跟你们讲话呢 声音从脑子里出来的 看见吗 那现在呢 我到鼻腔共鸣 我鼻子里有声音了 那现在我嘴巴里声音 看见吗 现在我还带着喉咙里的声音 喉咙里 你看现在我带着胸腔共鸣 看见吗 现在我带着腹腔共鸣 现在大家都听到了吧 男低音了 声音都会跑的 所以念经的时候 什么叫庄严呢 亲手亲眼 我与大悲心 托罗尼 它有这个共鸣香的 听得懂不了 啥姑娘 所以啦 你们这个声音只要第一 集中在自己的心 就是由自己的胸腔共鸣 带动脑腔共鸣和腹腔共鸣 你就声音就会比较宏大 第二感觉在念经的时候 自己的光一圈一圈一圈 往外在散 实际就叫光芒万丈 听得懂了吗 不是这么容易的 先教你两招 还有362招 慢慢教你 感恩师傅 昨天晚上 师傅您说 您很爱我们 今天 我代表 全世界的佛友弟子们 也跟师傅说一句话 师傅 我们也爱您 我今天晚上一定睡不着了 请师傅放心 我们一定会谨记弟子守则 遵纪守法 爱国爱民 用心学佛修心 用心感悟 我们要做合格的弘法人 让观世音菩萨心灵法门的慈悲之光 洒满人间 我的妈呀 讲得这么好 感恩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蒙赫萨 感恩大慈大悲 恩师卢君洪台长 感恩为此次法会 付出辛勤劳动的 一公同兄们 感恩大家 谢谢 谢谢 小鸭子讲的我都没话讲了 声音好得不得了 女高音啊